它可以達到99.9%的滅菌效果 而且它的抑菌時間可以延長到24個小時 跟其他常見的一些滅菌產品相比之下 電漿水它的滅菌效果跟滅菌時常都是表現更好的 你的水果啊 生菜啊 上面可能會有一些細菌啊 或是農藥 那其實電漿水都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滅菌效果 它產品整體的材質呢 是304的不鏽鋼 那它同時耐用 也好清潔 今天的最後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走走走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登登登登登 Ceaser電漿廚房龍頭 它看起來就跟一般水龍頭一樣嘛 那它的特點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出電漿水 大家會想說 欸 什麼是電漿水 其實呢 電漿水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透過特殊的儀器來電擊空氣中的氮和氧分子 產生RNS加ROS進而與水作用 然後就會產生這個電漿水 那電漿水的作用呢 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達到一個殺菌的效果 以及去除異味 那你打開這個電漿系統產生的電漿水呢 那你就可以在平常 可能清洗抹布啊 或是洗水果的時候呢 就可以同時達到就是去除農藥 然後消除一些細菌的這個功能 這個電漿水呢 它為什麼可以達到剛剛講到的 這個殺菌滅菌以及除臭的作用呢 那是因為呢 它的水質內部含有的成分非常的多 包含了原子氧 單線太氧 超氧化物 臭氧 氫基還有原子氧 所以它就是透過這個氧化還原的方式呢 然後讓我們的水有一個殺菌的效果 那因為它沒有添加其他化學物質 所以說其實呢 它對於人體跟環境都沒有任何的破壞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產品本身 它的產品呢 看起來就跟一般的水龍頭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它這個電漿水龍頭 它其實也可以自由的切換 是一般的自來水 或者是電漿水 那我現在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設定的狀態 那它出的就是一般的自來水 那如果我要使用電漿水的時候呢 我就是在這個下面的那個電子面板稍微感應一下 那它變成白燈嘛 那就是它在待機狀態的 這時候我打開 它就會變成藍燈 就代表說我現在出的水其實就是電漿水 那這個電漿水呢 到底是怎麼樣產生的 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機台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電漿水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打開下面的這邊 OK 就可以看到我的水槽下方呢 它這邊就安裝了一個這個Ceaser的電漿水產生器 大小呢 其實非常小 大概就跟我一個手掌差不多吧 所以說它其實不會沾到太多的空間 只要你的水槽下方呢 是有插座的 那它就可以直接的安裝 而且它可以容納大概是 110到240這種不同的國際電壓 這一台小小的機器呢 它在這邊就是直接電擊空氣 然後就把這些產生物呢 然後直接的送到水裡 那在經由這邊的管線呢 就可以從我們上面的這邊水龍頭直接跑出來 那我們可能常常就是洗碗啊 就是不想要把那個碗直接這樣子拿上來 或者是我想要洗這個水槽的一些邊邊啊 那它這邊呢 就有一個非常聰明的設計 它這個就是水龍頭的這個頭 是可以直接這樣子延伸下來的 然後去洗你所有你想要洗的地方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洗水果啊 可以洗去農藥 洗生菜 可以洗去一些細菌 其實我們的一些過碗瓢盆呢 它也是可以利用電漿水來達到一個更好的清潔程度 像是呢 我們的砧板呢 有的時候我們不會可能分生食手食 那它的細菌呢 就會殘留在它的砧板上面 所以說呢 這時候使用電漿水去清潔 也可以達到一個更好的清潔效果 而且呢 像是一般的酒精啊 或者次氯酸水啊 它們其實可能使用的情境比較不同 那有些是可以使用在人體上的 有些是可能要稀釋過啊 或者是它就當下有滅菌的效果 但是呢 利用電漿水來去清潔的話呢 其實呢 它可以達到99.9%的滅菌效果 而且它液菌時間呢 可以延長到24個小時 跟其他常見的一些滅菌產品相比之下 電漿水它的滅菌效果跟滅菌時常都是表現更好的 它產品整體的材質呢 是304的不鏽鋼 那它同時耐用 也好清潔 那這邊呢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LF的標示 那它的LF的標示呢 代表的是說 它這個產品呢 是經過政府檢驗的 所以說 所有的水線啊 會接觸到的位置呢 它都是零重金屬釋出的 所以拿來處理食材啊 洗碗啊 甚至拿來煮水啊 其實都是可以不用擔心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電漿水 它可以除去農藥嘛 那其實經過SGS認證呢 電漿水呢 它也可以去除 金黃色葡萄酒菌等等病菌 只要沖洗或浸泡30秒左右呢 它就可以達到99.9%的滅菌率 你的水果啊 生菜啊 上面可能會有一些細菌啊 或是農藥 那其實電漿水都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滅菌效果 那現在呢 安裝Ceaser 電漿滅菌 廚房水龍頭呢 你都可以享有1年的保固 就可以檢驗這個水龍頭 到底你能不能夠長期的在我們的廚房裡面服役 好的 那到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一樣要抽出我們的產品 給我們的幸運觀眾 那這一次呢 我們會抽出3份 全鍋電子1000塊的禮券送給大家 耶~~ 那要怎麼樣抽獎呢 老樣子 第一步呢 請先訂閱哲哲開箱的頻道 第二步呢 請在下方留言 Hashtag 哲哲開箱 然後告訴我們你最喜歡 Ceaser 電漿滅菌 廚房水龍頭的哪一個特點 好的 也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好 那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了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訂閱哲哲的啦 謝謝